字幕 李宗盧 字幕 李宗盧 大家好 我是梁子玲 歡迎光臨 紫玲餐廳 聽完大家上個月給我的意見之後 我便有好努力地想 有什麼可以又快又有香港情懷的食物 再和大家分享 於是我就想到這個 試日快餐 今集重點包括 氣勢十足的 鐵板雜扒餐 不想那麼大煙 一秒又變成 茶几雜扒飯 非常百搭的蒜蓉汁 黑椒汁 其實是怎樣做的呢 非常簡單 人人都做到 廣告之後 一起繼續在英國超級市場 就地取材 吃回平民雜扒餐 今時今日 越來越多人擔心 在網上的一舉一動 還會被人監視 如果你都有這個擔憂 不妨聽一下 Surfshark VPN 幫不幫到手 越來越多不法之徒 打網絡世界的主意 VPN 可以保護我們的個人資料 避免不同的網上平台 監視我們的網上行蹤 好好保護我們的網絡私隱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電影 劇集 VPN幫我打破地域限制 解數更多 未必每個國家都可以看到的網站 娛樂 和新聞 Surfshark 連接全球超過100個國家的伺服器 打破地域限制 讓你輕鬆暢遊網絡世界 去旅行 訂購酒店 訂購機票 還可以用VPN 找到不同地區的價錢 讓我訂購最底的選擇 省花不少 只要登記一個賬戶 就可以全家人所有設備 一起用 用我的關鍵字 訂購兩年VPN 就會有獨家優惠 還可以免費用多三個月 想上網安心點 不妨去description box的連結了解一下 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很多外國人去了香港生活做生意 西餐廳越開越多 不過對一般市民來說 傳統西餐很貴 不是個個負擔得起 於是有些本地餐廳 就地取材 用煮粵菜的手法 煮西餐 例如用豉油醃肉 用老抽煮醬汁 實行中西合璧 創造了這種 價錢便宜 出餐快 味道似中餐的港式西餐 它又有個番名叫做 豉油西餐 一個set通常有牛油餐包 紅湯或者白湯 一份主菜 甜品和餐茶 我小時候都很喜歡 和婆婆去這些 懷舊扒房鋸扒 來了英國的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去過 這個雜扒餐主要分三部分 雜扒 蒜蓉汁 和黑椒汁 我們先由雜扒開始講起 首先是最容易煮得好吃的 煎雞扒 煎到金黃色脆脆脆脆就最棒 知道大家喜歡簡單 所以這次我會買這隻 Chicken Fries 因為用它來去骨就是最容易 這盒2磅150 是英國的本地雞 有8件 打開包裝 雞上腿很大件很肥美 每件都連上雞皮 放森毛巾在底 放砧板上去 去骨的時候會安全一點 我用刀仔 由左至右 慢慢切骨出來 不用10秒 就得到一塊肥大肉口的毛骨雞腿扒 再用刀仔在口肉的位置切幾刀 令口薄均勻一點 煎的時候就不怕有些部分熟過頭 有些部分還是生的 最後用廚房紙印乾雞皮和雞肉 可以令雞皮煎得更脆 雞肉更入味 我用蠔油 生抽 去醃雞扒 只是把調味料塗在雞肉上面 雞皮完全不用塗 雞皮待會煎到金黃色 不會因為蘸到調味料裡面的糖分容易焦 醃10分鐘就可以拿去煎 想雞皮脆薄薄 關鍵是先中火後大火 雞皮向下落鑊 放一件重的東西壓住雞扒 會令雞扒平一點、大快一點 雞皮脆一點 先煎雞皮一面3分鐘 一直保持中火 慢慢逼出雞皮的油 亦同時煮熟雞扒的下半部分 3分鐘後 反轉 用雞油繼續煮另一面 保持中火同樣煮3分鐘 total煮了6分鐘後 雞扒大約9成熟 我用廚房紙抹走鍋裡面多餘的水分 轉最大火 煎多一次雞皮 雞皮自己本身的油份 加上我拿走了多餘的水分 會令雞皮形成煎炸的效果 1分鐘左右 雞皮就輕鬆 變得脆薄薄金黃色 這樣就煎到一塊雞皮脆薄薄 但是雞肉還是很嫩很多汁的大雞腿扒 雞扒搞定 然後就到香腸 英國人叫香腸除了做sousage之外 還會叫它的花名 Banger 例如有一款很經典的英式酒吧菜式 Banger's and mash 即是腸仔加薯蓉 它是很受英國人歡迎的comfort food 類似香港人很喜歡吃燒美飯 Banger 這個叫法 據維基百科所說 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時肉類買少見少 於是加了很多水進去做香腸 令到煎香腸的時候 特別容易Bang 爆開 自此之後 英國人就習慣叫香腸做Bangers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 英國本地style的香腸 沒有那麼彈牙 比較是一粒一粒肉粒的質地 有時當我掛著香港那種彈牙的香腸 我就會買以下兩款 第一款 Bratwurst 德國香腸 這款香腸在德國做 三磅半有六條 豬肉腸 如果我們走歐洲聖誕市罩 經常都會見到它 以前我在德國做廚師 閒閒地一個下午就會grill幾百條這種香腸 這款香腸是特別粗很大 好像私華力腸那麼粗 因為它這麼粗 如果要由零開始grill或者煎 時間是比較久 如果想方便一點的話 可以試下以下這個速成的方法 將香腸放下熱水 中火燒8-10分鐘 水不用太滾 太滾的話香腸好易爆開 中火燒 可以令熱力慢慢由外滲去內 將這麼厚的豬肉內外都均勻煮熟 煮好之後拿出來 印乾少少 再放入鍋裡 都是用中火 每面煎到金黃色 一面煎完兩分鐘 反轉煎另一面 這樣煎 香腸就有很漂亮金黃色的脆皮 而裡面又不用擔心未煮熟 我全程都不會用刷刷香腸 去看看它熟味 因為刷穿它們的話 一來肉汁流出來 二來會令上大把折扣 不想煮走香腸肉味的話 先蒸後煎 又或者很耐心控制火候 全程用拼煎都可以 如果不想吃這麼大條 亦都可以試下這個最經典的 熱狗腸 兩磅 有8條 它四成是雞肉或者火雞肉 三成三是豬肉 它已經是煮熟了 一開可以即食或者加熱回去吃 最後在英國超級市場 雞牛羊主要有很多選擇 我自己就喜歡 威爾斯羊 或者是超薄的西欄 可以自由配搭 還有鴕鳥扒 還有很多很多選擇 夏天BBQ都很棒 輪到港式快餐的靈魂 就是那個汁 首先我煮第一款 蒜蓉汁 煮之前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麵撈呢 麵撈 這個字源自法文 法國的五大醬汁 四款都用到RU 去煮結醬汁 港式西餐都借用了這個方法煮結醬汁 連日式咖喱都是用它 RU的成份很簡單 就是油加麵粉 兩樣東西比例1比1 通常餐廳會把麵粉加入油 慢慢加熱慢慢炒均 一次過煮一大坡 炒10分鐘至1個小時都不定 今次我分享的是我試過 只需要用1分鐘去煮 效果有非常接近的簡單做法 首先加熱4湯匙的油 喜歡用牛油或豬油都可以 一邊加熱 我一邊準備 Clean flour 普通麵粉 份量都是4湯匙 30秒左右 油熱了少許 將油倒入麵粉裡面 慢慢攪拌均勻 這個離火的做法 我覺得對新手來說 沒那麼怕煮焦 壓力小很多 攪拌均勻 沒有粒粒就完成 攪拌勻後 就到調味料 其實做蒜蓉汁和黑椒汁 都是用差不多的材料 分別就是 茄膏 美極 和喫汁 掌握到他們的用法 煮中西餐都用得著 首先是 Worstashire sauce 喫汁 喫汁就是 是源自英國的Worstashire 它是由 Leigh & Perrion 在1837年研究出來的 它的成分是有 Enchophy 即是蹄魚 所以我做廚師的時候 如果要煮Vegan Dish 要很小心 不可以放它 因為它是有 Enchophy的 喫汁的味道 酸酸辣辣 好開胃 可以令醬汁更加有層次 喝茶吃山竹牛肉 我都很喜歡點喫汁 剛才所說的 全部都在這個包裝 已經有齊了 望下 不同調味料的包裝 都學到很多飲食文化 第二款是美極 你又知不知道 美極是源自哪個國家呢? 答案就是 瑞士 而我手上這一枝是英國做的 賣1.4磅 和喫汁不同 美極是Vegan 最後就是 茄膏 茄膏和茄汁有什麼分別呢? 茄膏的成分 主要就是蕃茄 它是濃縮了的蕃茄 是沒有糖 而茄汁就是由茄膏 加水加糖加粟粉開稀 我自己做醬汁就喜歡用茄膏多些 因為長遠來說 它是便宜些 而且因為它沒有糖 我在調味方面 自由度就大些 這一枝59P 在意大利包裝 不過如果 只想做一次半次 不想特地買一枝茄膏 用家裡有的茄汁都可以 萬事俱備 開始煮蒜蓉汁 我用了蠔油 老抽 美極 醬汁 攪勻 再加400毫升水 然後開始煮 首先炒香乾蔥蒜蓉 蒜蓉是很容易焦的材料 關鍵就是不要太大火 保持小火慢慢加熱 這樣耐心炒 蒜蓉就會又香又不會焦 炒香之後 放一湯匙茄膏進去 保持中火 炒均炒香 再加上剛才調好的調味料 全部倒進去 開大火煮熱 偶爾攪拌一下 開始微微滾的時候 轉回中火 繼續simmer 慢慢煮 中火煮兩三分鐘 等所有調味料的味道 滾得更加均勻 然後試一下味 搞定的味道 就輪到煮稠的汁 攪拌均勻 加第一斤進去 保持中火攪拌均勻 並不是一加麵拌 醬汁就會稠 要給點時間煮熟麵粉 醬汁才會變稠 就好像中菜用粟粉水勾芡 每下一斤 即刻拌均勻 一直觀察稠的程度 我自己喜歡這麼稠 總共放了三湯匙麵 最後放多一樣材料就可以了 它就是 Crispy Onion 炸洋蔥 之前買過來送麵的朋友 就不用買了 香港茶餐廳通常會放炸蒜 這邊超級市場沒有炸蒜 我就用了炸洋蔥代替 這一瓶一磅六 是荷蘭做的 加上一斤炸洋蔥 那就搞定 望見都想拌飯的 八搭蒜蓉汁 記得我第一次煮到的時候 印象很深刻 很有滿足感 想不到常常在茶餐廳吃到的味道 自己都做到 希望你們都會有同感 然後輪到黑椒汁 其實黑椒汁就是蒜蓉汁變出來 只要加上Black Peppercorns 黑椒就會變成黑椒汁 我喜歡用這種圓粒黑椒 煮之前才磨碎黑椒 喜歡多辣就磨多少 我會用一湯匙左右 講究些的話 用中火焊熱的黑椒 黑椒味會香濃 然後完全重覆蒜蓉汁最初的步驟 在加完預先拌勻的調味料之後 加上黑椒碎 再加上黑椒 同樣Simmer 兩三分鐘 等黑椒味融入的汁裡面 我們會見到就算加了黑椒之後 汁還是很淺色 不像平時看到的黑椒汁 沒錯 黑椒本身不會令汁變深色 要整色整水 放老抽進去 立刻變黑了 可以了 同樣試一下味 調校好味道之後 就輪到煮稠的汁 加一斤拌一下它 加一斤拌一下它 我喜歡煮到這麼稠 不用10分鐘 就煮好了 又香又辣的黑椒汁 一餐吃不完的話 我會裝起它 放冷放入冰箱 第二日煮熱 很快脆又可以開飯 貼地點就這樣 加自己喜歡的菜 放那天想吃的雜扒 淋上熱辣辣的汁 茶餐廳的極速雜扒飯 平日晚餐 都可以三兩下手勢就吃到 材料全部都不貴 無論是一個人 還是一家人 都可以趕快開飯 weekend有空 生活環境多些空間的話 焗熱一塊鐵板 隨你喜歡鋪些西蘭花 粟米薯菜之類 我準備了威爾斯羊扒 兩塊大雞扒 德國腸和熱狗腸 最後淋上熱辣辣的蒜蓉汁 打開張紙巾 時光倒流 去了懷舊扒房一樣 跟飯或意粉都可以 雞扒淡淡肉 雞皮脆薄薄 一口雞扒 一口腸仔 還有羊扒 有時間的話 歡迎重溫酥皮蘑菇忌廉湯 周邊都整個套餐 無論是週末還是平日 蒜蓉汁還是黑椒汁 跟飯還是跟意粉 還有不同類型的雜扒 任我們就地取材 變出好像茶餐廳那麼多的組合 希望給大家多些午餐和晚餐的靈感 看看吧 閃閃閃閃 由Youtube Channel已經分享了超過120款送菜 上個月我將它們分類了做不同的Playlist 只要按入報放清單 就會見到湯水系列 燒尾系列 茶餐廳系列 很多很多 希望方便到這麼多位一家之主 煮飯的時候找靈感 不用每頓想得那麼辛苦 希望每碟送菜 可以像一粒鮮豆 無論在外國還是香港 生活上受到什麼打擊 什麼壓迫 那一晚 用熟悉而很久沒有吃過的味道 無限復活 我都會努力和大家一起為身邊的人 做多些鮮豆出來 以生落世界各地的珍珠 終有一天 會再次集合在一起 實現大家共同的願望 分享給大家看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